金正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残忍的独裁者之一 在朝鲜,任何胆敢对金正恩发出反抗声音的人 通常都会被永远消失 在极端情况下,这位40岁的独裁者 甚至对自己的家人和亲属也会毫不留情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为大家展示 金正恩都有哪些极端残忍的行为 以及他用来对付敌人和异见人士的各种比起手段 那么,下面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来到小知识大智慧频道 金正恩在2011年从父亲金正日手中继承了统治朝鲜的权利 当时,世界还对这个神秘的国家抱有一丝希望 很多人认为,年轻的金正恩也许不会延续他父亲那样的残暴统治 不过,事实却恰恰相反 这位年轻的独裁者虽然当时只有27岁 但他却迫不及待地想向全世界证明 自己在朝鲜已经拥有了绝对的统治权 金正恩首先选择向朝鲜政府内部所有阶层的官员展示自己的权利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除掉了在金正日葬礼上与他一起护送父亲灵救的七名高级官员 金正恩要让所有人明白,在朝鲜,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政治上拥有发言权 哪怕是金正日身边曾经的亲信 在这一点上,前朝鲜国防部长钟正哲就是最深有体会的一名官员 因为这位有着数十年军事经验的高级军官 曾经自信地向金正恩提出过各种有关军队的建议 不过,钟正哲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金正恩认为,自己是一名旷世军事天才 他掌权以来,朝鲜国家电视台对金正恩的称呼都已经加上了这个头衔 因此,国防部长钟正哲的自大 让他得到了对伟大领袖不忠诚和不尊重的罪名 最终,他在一所军校前当着数百名士兵和军官的面,被用处决 金正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警告所有军方负责人 违背自己的意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待着他们 金正恩的自大不仅体现在 他自认为比有经验的国防部长更精通军事知识 金正恩还认为自己在朝鲜的每个领域都比行业专家更聪明 比如,在教育方面 尽管金氏家族的意识形态早就已经覆盖了朝鲜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教学阶段 但金正恩还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进行了所谓的清洗行动 在这些清洗行动中 老师和官员们不仅仅会被单纯地解雇 有些人甚至还会被送进劳改营 接受非人道的体力劳动作为惩罚 前朝鲜教育部部长金正珍甚至还因为清洗行动失去了生命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金正珍因为没有在金正恩走进会场时起立鞠躬 而是弯着腰,还把手放在了口袋里 同样因为不尊重领袖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并被执行了枪决 自金正恩上台以来 已有数百名重要的朝鲜官员和高级部长 因为类似的小事而失去了生命 不过更为残忍的是 金正恩的暴行甚至还会波及到他自己的家人 哪怕是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也贵能幸免 金正男早在金正恩成为独裁者之前 就因为不满朝鲜政府对人民的残暴统治而与家族决裂 金正男梦想有一天能够接管朝鲜的权力 并按照中国的模式进行经济改革 让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 2001年,金正男在日本被发现持有假护照 遭到自己父亲金正日的政治驱逐 之后,金正男一直住在澳门 并在那里申请了政治庇护 尽管金正男很担心 父亲会继续使用手段对他进行惩罚 但实际上,最终结束金正男生命的人 却是他的弟弟金正恩 2017年,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 他成为了一场所谓日本恶搞电视节目的受害者 两名年轻的亚洲女子从背后用一块尸布捂住金正男的脸 然后便迅速地离开了 而金正男在不久后就神秘地死亡了 实际上,这两名女子真的以为他们在配合拍摄一场电视恶作剧 而金正恩则正是通过中间人雇佣了他们 以便除掉哥哥 金正恩所使用的是世界上最强力的神经毒剂之一 所以,尽管金正男与师部的接触时间还不到一秒钟 但这次接触已经足以在几分钟内就把金正男置于死地 金正男在政治上对金正恩从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威胁 是因为他早已经离开了朝鲜,长期在国外生活 不过金正恩的辜负张成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张成泽是朝鲜国防委员会的主席 实际上也是当时朝鲜的第二号人物 为了防止张成泽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并对自己构成威胁 金正恩策划了一场阴谋 他先是通过国家电视台散布谣言 指控张成泽腐败、吸毒和有婚外情 在张成泽的声誉被彻底毁坏后 金正恩在一次政治会议上对他实施了逮捕 逮捕过程还通过朝鲜国家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 据韩国情报部门的消息 张成泽在经历了长期的关押和残忍的折磨之后 最终失去了生命 他的遗物和死亡照片还被作为警告 分发给了朝鲜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 金正恩的残暴不仅限于政府官员和他的亲属 几十年以来 朝鲜暴政最大的受害者一直都是朝鲜的人民 一方面由于政府毫不作为 朝鲜人民长期生活在饥饿中 而饥食家族则过着无比奢华的生活 另一方面 金正恩对极为轻微的违法行为 也要进行严厉的惩罚 这更是让每个朝鲜人 每天都不得不生活在违法的边缘 2020年 朝鲜延兴市的一栋住宅发生火灾 一名妇女在成功逃离后 发现她的两个孩子还在房子里 于是勇敢地冲回去救出了孩子 虽然母子三人很幸运地只受了轻伤 不过金正恩却并不满意 因为这位妇女虽然救了孩子 但她却并没有救出金正恩的画像 而这幅画像是法律规定 每个家庭都必须悬挂在墙上的 因此这名妇女被判处长期监禁 还被送进了劳改营 更为残忍的是 金正恩甚至还亲自禁止了这位母亲 再次兼自己孩子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 出卖这名勇敢母亲的是她的邻居 这正是金正恩通过法律 故意制造恐怖氛围 让人们互相监视和告发的结果 对于所谓违法行为的惩罚 金正恩特别强调 要尽可能地公开审理 公开处罢 以达到最极端的恐吓作用 2015年11月 在朝鲜的一个小镇上 巴士人被集体公开处决 仅仅因为他们违法观看了 包括迪士尼动画片 和日本漫画在内的外国媒体 金正恩为了贺阻人民 哪怕一点点的自由意志 和试图逃离朝鲜的想法 还特意把这次处决 安排在一个足球场进行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朝鲜的故事 或者您对朝鲜有着您自己独特的看法 都欢迎大家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将非常期待看到您的意见 同时也请您免费订阅我们的小知识大智慧频道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